气门座的研磨 气门研磨前应先用汽油清洗干净 再按顺序排列以免错乱 在气门工作锥面上涂上一层粗岩磨砂 同时在气门杆上涂上润滑油插入导管内 然后利用气门碾测将气门往复和旋转运动与气门进行研磨 注意旋转角度不宜过大,提起和转动气门 变化气门与座的相对位置,保证淹磨均匀 淹磨中不宜过分用力 也不要提起气门,用力在气门座上撞击 当气门工作面与气门座工作面磨出一条完整而无斑横的接触环带时 将粗研磨砂洗去 换用细研磨砂继续研磨 当工作面出现一条整齐的灰色环带时 洗去研磨砂,涂上润滑油继续研磨几分钟即可 洗去研磨砂